希望當下拉清單找到一個ID之後 自動幫我把這些資料帶出來的話 如果沒有資料就自動幫我把它刪掉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二選一就是兩種狀況 所以我們可能就要先做一個邏輯判斷 插入函數的話用邏輯裡面的一幅 如果什麼呢 假如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個是什麼儲存?點一下一下 A2裡面是空的 空的話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A2是空的話 那我自己裡面也是空的 反之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公式給帶出來 哪個公式 公式的話其實就是我們前面做的那個公式 就把它貼到這邊來 所以取消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公式先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的話就是不要包含等號 先把它複製 這個地方待會兒就貼到那個 一幅的 那個FORCE的部分 把它複製 然後取消一下 OK 然後切到這邊來 我們拉下來 插入函數 如果 這個裡面是空的 等於空的 那我的資料裡面也是空的 反之呢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就可以了 好 這樣OK 來試試看 這樣有沒有成功 按確定 那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 你只要工作上遇到那個二選一的狀況的話 那就用邏輯就OK了 但是呢 前提就是你需要給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 就是這個裡面有沒有資料 那怎麼判斷有沒有資料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等於空的 如果沒有資料就是等於空的 如果有資料的話就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是這樣寫 這個要不等於 這個要等於 OK 如果這個條件為處 那它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也會是空的 空的就這樣就可以了 反之就是把公式貼過來 好 那這樣OK了 來確定看看 應該成功了吧 有了 那如果把它下拉有沒有 不不下拉 把它delete掉 那應該它也要是沒有 有沒有 沒有了 有沒有 所以那如果再選一個 它會連動 所以有沒有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資料了 那這個呢 一樣的道理 所以啦 可能這個地方 類似動作要做總共五次 所以這個怎麼做 一樣先把前面的公式 先複製一下 但是不包含等號 取消 因為等下貼到FORCE 貼到那個一幅的 第三個參數 邏輯 如果這個裡面等於空的 那我這邊也是空的 反之就貼這個公式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那這樣這邊也有了 如果delete掉 它也會跟著連動 所以呢 顯然後面的方式呢 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這個可能請各位 自己來完成啦 不過比較快的方法 有沒有一個固定的差異呢 我把它這個複製一下 比較快的做法應該是這樣的 再貼上對不對 然後呢 你會發現 它這剛剛的地方其實 就是多了這個 邏輯判斷在它前面 但是後面可能要再多增加一個後刮斧 所以喔 比較脫軟的做法是把這個一幅 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的前面 然後尾巴記得要加一個後刮斧 看一下應該這樣也OK 這樣也OK 這個也是一樣 也就是它公式前面加 如果它等於空的 它就是空的 斗點 然後把它後面加一個後刮斧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然後兩個 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貼上之後加後刮斧 不過這個可能有點難度啦 如果你們會的話 這樣好像比較快一點 不然的話 如果你很多懶 那你每個都要重來一遍 很花時間啦 當然我是這個是教你偷懶的方法啦 但如果你實在不穩 不OK的話 那你就是自己多練習看看好了 然後 這樣我看一下 點一下 有了 然後再點一下 也有了 那你說那點這邊有沒有 點這邊沒有耶 為什麼 因為這邊沒有公式 那你可以什麼 向下拉一下 比如拉到20好了 OK 假設預設我先拉個20個 所以這20個是會都會有work的 有沒有 如果刪掉其中一個呢 它就會不見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有個下拉清單了 所以還蠻方便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說你20 剛剛拉到20有 可是如果21 21很抱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的公式沒有往下拉 所以如果你要讓這邊全部都work的話 那可能有個需求 就是你變成要一直往下拉 或者是直接快點兩下 讓它整個到底 可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整個到底的話 它好像沒辦法 因為這邊沒資料 所以變成你要一直往下拉 它才會產生 還有一個 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會預先怎麼樣 把公式放進去 所以如果你放這麼多公式 那檔案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先做 不要做太多 做20個就好了 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其實你油門放上面 人家就可以看到說 原來你的公式 這邊其實是預先有公式 但是工作上有的時候 不希望讓人家看到 這邊預先有公式 而且這邊公式也不能刪掉 因為如果你公式刪掉的話 那會造成錯誤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隱藏這個上面的公式 不讓人家看到 然後讓人家下拉的時候 自動還是跑出來 這後面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做幾個動作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 一幅的函數 一幅 然後做這個邏輯判斷 然後把第一個公式貼到這邊來 貼的時候記得 這邊前面不能有等號 所以你複製的時候 不要複製到等號 那基本上 如果跟前面的公式比的話 其實就是多什麼 多這個 有沒有 一幅 A2等於空的 鬥點 然後也輸出空的 還有鬥點 這個是原來沒有的 另外再一個後刮鬍 所以我剛有做了後面幾個欄位 其實是有點偷懶的 其實就是把前面的公式貼過來之後 然後直接再補前面跟後面 這樣會比較快 可是可能你還是要對這些熟悉 你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還是容易做錯 來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謝謝